美國軍方星期三說,去年針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組織激進分子發獨的空襲行動造成64名平民喪生,8人受傷 最新數字是由美軍中央司令部發布,自2014年8月空襲行動開始以來,官方統計的總平民死亡人數為119人,共有37人受傷 人權組織和觀察機構都表示,實際數字可能會更多,國際特赦組織在10月份說,過去兩年中,美國領導的聯軍發動的空襲僅是在敘利亞就造成300多人喪生 五國大樓的資料顯示,美軍的行動在聯軍發動的所有空襲中,佔約三分之二 星期三披露的最新傷亡數字不包括7月份在敘利亞北部城市萬比傑所發動的一次空襲 當地居民和人權組織稱,空襲造成50多名平民遇難,美國軍方仍然對那次襲擊進行調查 中央司令部發言人湯馬斯上教話,有專門的團隊去負責防止不相平民事件發生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有時軍事行動會僵及平民,但美軍盡可能將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率降到最低 甚至有時這樣做,會不能擊中目標 自從對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空襲分別於2014年8月份和9月份開始之後 聯軍總共發動了16000多次的空襲,平均每日花費約120萬美元 今年10月份,聯軍的報告稱,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平均每日發動大約10次的空襲 中央司令部發展 明發展 rus